如果一个人连续30天每天只吃麦当劳 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也许很多人会说 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吗 今天这个视频就给你揭开背后的真相 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麦当劳的发源地 肥胖也成为了美国人的通病 美国国内的胖子数量占世界第一位 超过1亿的美国人体重在200斤甚至200斤以上 而严重的肥胖导致美国人死亡率越来越高 于是一个叫做摩根斯普尔洛的美国人 为了揭示快餐对身体的影响 决定拿自己做一个活体实验 连续30天只吃麦当劳 喝水只喝可乐 实验开始之前 摩根请了三位医生随时监测他的身体状况 一位心脏病专家 一位肠胃病专家 还有一位全科医生 这个时候摩根的身体各项指标都在中上水平 身高188体重168斤 医生们认为 这个实验不会对他造成太多的影响 顶多只会让他体重变重 胆固醇变高等等 第一天摩根高高兴兴的走进麦当劳 一直跟素食主义女友过日子 突然开婚让他有点小窃喜 早餐他点了一份蛋饱超值套餐 每滋滋吃完还喝了一大杯可乐 午餐他点了一个巨无霸套餐 依旧是满足的吃完 然而实验到了第二天 摩根的身体状况就出现了问题 因为这个实验中有一项硬性规定 只要服务员问是否要超大号套餐 就必须点超大号 于是在吃完一个超大号巨无霸汉堡后 摩根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勉强 还有一份超大号的薯条和超大杯的可乐 他已经吃不完了 十分钟后他开始胃痛出虚汗 说感觉身体里的糖分冲到了血液里 无力的倒在座椅上 二十分钟后他强迫自己吃进去 但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 当场就吐了出来 这才第二天摩根就出现这么可怕的症状 那么接下来他又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连续三十天只吃麦当劳 会发生什么 当摩根连续吃完两天的麦当劳之后 身体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医生说这是因为他在短时间内 摄入的咖啡因和糖分太多了 消化系统的负担一下增加 所以出现肠胃不适 到了第五天 摩根照旧叫了一份升级超大号套餐 连续吃了15吨麦当劳后 摩根迎来了他的第一次称重 短短五天的时间 他的体重增加了8.4斤 从168斤到了176斤 营养师分析出 他每天摄入的平均热量高达4986卡路里 已经严重超出了他这个身体所需要的热量 到了第七天 摩根一直觉得胸闷 而他身边的同伴说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 到了第八天 摩根发现自己不吃麦当劳就浑身难受 医生说这是因为他摄取的糖分太多了 大量的糖会刺激人体大脑的兴奋区域 放大人的欲望 制造出来一个想吃这些食物的恶性循环 他的身体已经对麦当劳产生了依赖 到了第十二天 摩根进行了第二次称重 此时他的体重已经达到了184斤 到了第十七天 摩根一口气吃完了两顿麦当劳 结果回家就跟女友吵了一架 女友劝他回归健康饮食 因为俩人晚上一起培育下一代的时候 女友说他不太行了 能用还是能用 就是差点意思 是个男人听到这话都受不了 但摩根还是决定继续实验 只不过这个时候 他开始不再喝饮料 第十八天 摩根称重后 发现体重居然掉了两斤 营养师认为 他这是掉了肌肉 长了肥肉 这个时候 医生发现他的各项指标都不正常了 他的胆固醇从165升至225 肝脏也出现了问题 跟一个长期酗酒的人 肝脏一样变成了脂肪肝 医生建议他赶紧停止实验 但摩根仍然一意孤行 你知道连续三十天 只吃麦当劳的后果 有多可怕吗 这个男人堵上自己的性命 做了一场实验 连续三十天 只吃麦当劳 在实验到了第二十一天后 摩根在半夜惊醒 他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变得困难 心率开始不齐 像有人拿着木唇 在他的身体里敲打 很明显 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了 于是他第二天一早就去看了医生 医生说 他的尿酸值正在迅速升高 器官正在急速恶化 很有可能危及生命 医生打算给他服用阿斯匹林 但被摩根拒绝了 他不想因为药物影响实验的数据 直到第二十七天 摩根已经吃了一般人 八年内总需麦当劳食物的总和 这个时候的他 连爬几步楼梯都力不从心了 终于到了第三十天 摩根的朋友在麦当劳 替他举办了一场派对 他在麦当劳吃完最后一顿大餐 然后到医院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他的体重总共多了20斤 体质从11%增长到18% 心脏病 心衰发作的概率直接增加一倍 更可怕的是 他对麦当劳有了依赖 不吃就会头疼 后来 他的女朋友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排毒饮食方案 接下来的日子 他只吃有机菜品 果蔬等新鲜的食物 然后每天坚持锻炼 足足花了14个月才让自己的身体状况 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短短30天 快餐食物就足以摧毁一个身体健康的成年人 更别说那些还在生长发育的小孩子 所以建议大家都要保持健康饮食 曾经有专业人士给出建议 除非是到无人荒岛求生只能吃快餐 其他时候最好都不要吃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大家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欢迎留言 与大家一起讨论 前面